1975年毛远欣入局中央之后 时不时会和邓公道分歧 毛主席知道后罕见拉了偏价 要求毛远欣帮助邓小平提告 就在毛主席向毛远欣传达了指示之后 当天下午毛远欣就把邓小平 陈锡连和汪东兴三个人召集起来开小会 帮助邓小平 说是帮助 可毛远欣却拿出了命令的态度 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 说邓小平的种种不正确 邓小平一开始也只是抽烟默默的听着 可当毛远欣再次重复的时候 邓小平终于忍不了了 他说的 你说我们中央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这个我们且不说什么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论诊一个问题 这三个月来国家的形势是好一点了 还是坏一点了 把生产搞上去团结安定 这是毛主席的指令 我们的路线是对的 事实上 邓公并不是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令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毛远欣和主席讲话时候的选择性 如果主席能够了解事情的全貌 也根本不会生邓公的气 而陈希莲和汪东兴两人 也只是说些不重要的话 毛远欣看这个会开不下去了 只能够作罢 毛远欣报告主席之后 主席的态度还是一样 一次会开不好就开两次 要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结果后面连续开了几次会 结果都是不理想 毛主席对邓公也是比较失望 在毛远欣的穿夺之下 邓公再一次被学藏 直到1977年才第三次付出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隐蔽历史故事 尽在账号注意 点头下 记得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